畫面中白色轎車和警車在大馬路上 車頭碰車頭撞在一塊 只見白車車頭撞到嚴重毀損 引擎蓋隆起 右側兩個車窗也全碎裂一地 警方大陣仗 圍捕這名白車駕駛 因為他前一秒發生車禍 還肇事逃逸 帶您來看一段當時情況 我的手很痛 我的手很痛 大平原警將白車駕駛壓制在地 上後逮捕 事發在16號凌晨1點半左右 這名白車駕駛在桃園市中立區 中華路和溥一路口發生車禍後 直接逃離現場 遠景隨即在兩公里內的路口 發現肇事車輛 沒想到駕駛攔檢不停 一氣之下更迎面衝撞警車 造成兩車都有回損 也造成自己受傷送醫 至於詳細的肇事原因 警方還要再理清